大家好,我现在在加拿大的树里市 今天我要开车走一下树里市的152路 152路呢,是树里市一条比较老的一个街道 它横穿树里市的三个社区 Garford社区,福利屋社区到牛顿社区 我开车从这个152路行驶 把这沿路的街景给大家拍摄一下 下面呢,让我们开始出发 我们现在进入到树里的另一个社区 Garford社区 Garford社区是树里,也是一个老社区 这几年开发建设的也比较快 很多的房屋建设 新的一些建筑 apartment 一些house 那个非常的一些多 大家进入找个圈主 都是家伍 能量到 这边的事情 公路 是 公路 参伦 就是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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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进入到了Gearford的这个社区里面了 我们现在右转到152街上 152路就是横穿整个Gearford的地区 我们现在在和105街的十字路口上等红绿灯 152路这个右手边是Gearford Town Center购物中心 这整个大门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一个购物中心 非常大的一个购物中心 很多的品牌店呢 就是像苹果店 还有一些服装店什么的 在这里都有分店 我们现在就是行驶在152路上 横穿整个Gearford的地区 我们下转的地区 Gareford比较老的一个社区 最早就是白人移民 以白人移民 一个老白人移民Gareford的命名 现在横穿96街 这条城市路线速是60公里 左右两边也都是一些老房子 这些老的一些独立House 来到了一个小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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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91街十字路口 当空灵灯 前方是Fraser Highway 他得和152路的一个交叉路口 那么这一段就进入到树里市的另一个社区 福利物的社区 福利物社区 这个很多的一些商业中心 很多商业中心 还有新建的居民住宅 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一个义居社区 现在来到和88街的十字路口上 等红绿灯 现在是在郊区路段上行驶 现在是在郊区路段上行驶 一五二路它横穿了树里市的三个社区 从吉尔佛社区到福利物社区 然后前方就是牛顿社区 一五二路这个线数是60公里 现在这个右手边呢是一个高速球员 然后前方就进入到贝尔格雷克社区 现在这条公路的线数这个路段是70公里 公路两旁的绿化还是不错的 树木成荫 前方72街我们就向右转了 准备进入到牛顿社区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段是郊区路段 两边也有很多这种房子 新建的独立house 街道还不错 这个街道挺幽静的 现在在148路十字路口上等红绿灯 在左边是一个小的城市 社区公园 现在来到和144路在十字路口上 我们等红绿灯了 现在这一段是牛顿的郊区部分路段 再往前运行一段时间就进入到了牛顿中心地区 牛顿社区树立地区繁华的一个社区 非常多的商业中心 在这个牛顿社区中心部分 Supersetal、Safeon、Costco 在这个地区都有分店 在这个地区中心地区 而是上沙特区的一间 在这边的街道里 在这边是上沙特区的一间 和155路段 在这边的城市 在这边是一间屏的 在这边有很多人 和155路段 都在这边做的一边 现在在牛顿的中心地区了 左边是牛顿的一个公交站枢纽 右边是它这个镇中心和商业中心 我们现在准备右转到青椒址海洋卫上 现在已经在牛顿这个中心上运行了 现在运行在青椒址海洋卫上了 到了牛顿的中心部分